ok 封章我们再多一嘴 就是我们再总结一下它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呢是减少我和不该vallow的不vallow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那个girlfriend和那个wait 我们本来就不想让玩们看到 那我们就不让他看到 他如果强硬访问 那是你会报错 对吧 那是你的事 但是如果是不这样的话 你是通过这种文档约束 有些属性 比如说wait和girlfriend这两个属性 我们不让你访问 你不要访问 我告诉你说好了 不要访问 虽然说能访问 但是你不要访问 这种约定呢也行 但是限于什么呢 限于人比较少 而且沟通比较密切的情况下 而且人没有恶意的情况下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旦人多了 比如说几十个人上百个人一块协作 文档又根本那么全 沟通又不是那么密切 你如果是光靠口头约定 那肯定不行 你不让别人访问 别人就不访问吧 你只要给我弄出来 我就可以访问 访问如果是没报错 我就可以上线 可以运行对吧 出了问题那怎么办 谁的责任说不清楚 OK还利于数据接口的权限管理 就是有一些 可能是比较安全性的 隐私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 封锁造型式 直接给它弄起来 就是完全不让你知道 你都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 让耶特6目前不支持 不过呢 我们有一些 就是那种约属性的东西吧 比如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属性 它是通过这个下滑线开头的 一般的意思就是它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私有的 是内用的 不是给外面用的接口 你就不要再用了 如果不是下滑线开头的呢 基本上都是对外用的 所以说你在自己设计 这个ES6和GS的代码的时候呢 最好也是根据这个潜规则来规定 就是如果是 有一些属性的方法 不想让别人去访问 别人去用 那你就用一下滑线开头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想 如果做到那种 Java那种级别的那种 就是我们上一节可演示的 TS级别的那种封装 就是那种private的 关键字的封装 那基本上 ES6目前靠现在的语法 还是不能说完全做不到 只能说是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一看就能明白 那种做到 好 三要素多态 通用接口不同表现 GS应用极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需要 Java等语言的 接口啊 重写啊 重载啊 等功能 这些GS里面都没有 但是你要明白什么意思 我们光通过这一句话 那是没有用的 我们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皮膀 它可以传一个内幕属性 然后它可以 C-Thompson 就是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 Class A 继承了皮膀 然后C-Thompson里面 就写成RMA Class B 定义了皮膀 然后C-Thompson里面 就写成RMB 然后我们定义了 A分成NewA 然后B分成NewB 这是两个实例 然后A执行这个方法 和B执行这个方法 那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能通过 这种方式来去演示 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好 就是不像 我们直接来一个 Java的代码那么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这个GS的这个类型 它是个弱类型的 就是说我们定义 什么东西都是LAT 什么LAT 什么 Java里面呢 你必须是个强类型的 比如说你定义一个Person 它就是一个Person A等于New 我们如果定义一个B类型 那就是B什么什么 等于NewB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是 我们定义一个Person类型的 等于一个NewA 因为这个A继承了Person 继承了Person之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负类型的 但是那个GS里面呢 或者是ES里面呢 全是这种LAT什么 LAT什么 或者Kinst什么 或者Wa什么 全是这种类型的 所以说它体验不到 这个上面去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种代码 来去演示它的一个用意吧 我们就是简单演示一下 我们先把之前的关掉 然后把之前的删掉 照着PPT里面的例子 亲自写一遍 我们定义一个PPO 我刚才是不是又念错了 路克森的时候 由于这个路克森的状态 可能会混 但是大家就是 如果是我把Person 错误的念成了PPO 或者把PPO错误的念成Person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口华事物念错了 不要受这个影响 然后C3 C3 好我们就定义好这个Fully 定义好Fully之后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定义一个 A来继承这个Fully PIPO 然后Constructor里面呢 穿入Name 我们直接把它交给Fully的这个过度函数来处理 我们就自己不管了 C3 我们写成Alert I M A OK 这是一个子类对吧 我们直接拷贝一下 这个改成个B 这改成个B 这是两个子类 按理说其实这两个子类呢 都是继承了这个POP这个Fully 然后呢 他们都有这个C3C的这个方法 但是我如果是触发两个子类 LetsA 复制成 LetsB 复制成NewB 好这样的话 我针对这两个实例 执行同样的方法 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C3C 好我们保存 我们看一下 好保存完之后 这个通过咱们之前开发环境的调整呢 因为一直运行嘛 所以它是浏览器直接自动刷新 然后大家看打印出来 IMA RMB OK 这就是那个多态啊 多态其实就是核印的含义 就是说我们定义了一个接口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此类中实现不空的功能 好 我们回到PPT 多态呢 首先第一个 它保持了自己的开发性和灵活性 不是说什么事都让你Fully控制好了 我就不能动了 这肯定是不行 我们可以通过把公共的功能处理出来 放在Fully中去继承 这样去减少代码量 减少冗余 然后提高复用 但是呢 如果是子类中需要灵活的去做一些特殊处理 我们还是可以自己来去修改的 好 面向接口编程 就是说 有时候啊 不用管这个子类 它是下面怎么实现的 你就管那个Fully 它有多少口接口 它什么样的接口就行 这个其实在GS中 基本上不怎么用 所以说大家了解即可 不用太深的去深究 到底怎么样 非得弄个明白 如果你想非得弄明白这个多态 或者说封装 后面两个特性 我建议你简单的了解一下渣瓦 不要太深 了解入门的语法 再结合我们这节课 或者说这几节课 讲的这个三要素的这些内容 你基本上就明白了